《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18樓CP座 我們有張吉爾在這裡 因為茶餐廳還未滿座 不過旁邊也有位朋友 今天包聽 給中大校友包聽 講講中大校友評議會選舉的工作 選舉的情況 因為大約在兩三個禮拜前 已經選舉塵埃落定 選舉一定有贏有輸 不輸的當然不公平不服氣 但贏了方面當然理得你 我是合法選出來 我繼續任期內的工作 中大校友評議會 我是中大先講背景 我們是中大畢業 2000年之前畢業 我是千禧後畢業 我是2010年畢業的新鮮畢業 我讀政治與行政學 黃德荃不如你也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我也是 2000年畢業之前畢業 我是1984 我是1984 你出生甚麼 我是未出生 你也未出生 我畢業你也未出生 叻仔 叫聲好頭的瑞士 好命的話 不過大家不要緊 大家都是從那間學校出身 亦希望關心那間學校的校正 這是一定的 等於讀中學也好 大學也好 於是中學期間 有些畢業有中學的校友會 大學也有大學的校友會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一畢業之後 都沒有參加這些校友會 那麼積極去 其實也很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小學 中學 不要說大學 雖然我們主要說大學 例如說我中學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些校友會 有空就出來跟你說說話 分享 師兄回來分享 全部很高貴 不是律師 一定有成就 沒有成就怎會請他回來 然後他臨尾 我們畢業的時候 不如你加入校友會 給大家看 然後會費多少錢 500元 我們這些年輕人 哪裏可以負擔 你一說爆出 你那間中學都很珍貴 我家校友會是15元 你500元很厲害 我家官立中學 不過你說得對 初期沒有參加 後來我們做得你爸爸 後來有些同學 黃德傳 你對社會也有些認識 有些貢獻 你現在有空少少 不如幫幫忙 我答應他 一齊回去跟校友 一齊工作 一齊去了解學校中學的情況 通常有甚麼要做的 開會 我自己覺得這兩年來有個校友做得很出色 就是那個Sport Day 就是踢球 又籃球運動 又冰陰球 又羽毛球 又打保齡 在一天裏面進行 於是聚集了很多校友不同界別一起踢球 踢球最受歡迎的 有20對球 每一屆有一對球 當然那位校友做得相當出色 因為是公務員做得很出色 分層次 2000之後的一堆 因為沒理由你跟我踢 你跟我踢 是浪費氣嗎 你年輕人笑你不夠力 你撞一撞 整個骨頭都散了 2000之前有一堆 那天 在大家每一年 好像搞了三四屆 每一年 很開心 一班校友一齊回來 老師一定又回來 一起踢球 又聊天 又吃飯 那天挺好的 除此之外 又搞幾十周年的晚演 譬如我們說的 不說言論自由 荃灣觀立中國校友會 五十周年 剛好去了餘心廣場的一間酒店大堂 擺了接近一百位的酒店 大家一齊回來看一些相片 我相信這節目都是文如康體的活動 校友會 亦都答應了學校有獎學金的設立 隔離不開 speech day 回去請一些結束的校友 去分享在社會做人的角度 中學校友 你剛畢業一年 即是你畢業了 中學了四五年 有沒有加入 其實我也沒有加入 太貴了 但是我們的經驗就是 通常那些校友會 我們那裡 多數是一些律師 醫生 一起搞一些 一起回去的學校 例如說 可能是燒一下食物 或者是 都是搞一些聯繫活動 應該是 是的 我覺得有時候有些相似 就是整班畢業的校友 可能中學的時候 不同年代就不認識 但是一到畢業之後 再回去做 然後一起來到學校 我們最後夠了 類似是認識 這個原來是對上十屆的某校友 現在是不知哪個顯貴 今時又說 我終於認識到你了 某程度好像很社交 是一個社交圈子 只不過是大家出身同一個校園 我以前覺得中大也是 我畢業幾年之前有人找過我 去中大聯校校友會 不知甚麼 一千元一位 那時都數十五年前 一千元一個人 好呀 吃吧 應酬一下 結果十二個不同界別的校友坐在那裡 都是聯誼 很好的聯誼機會認識不同的校友 我認定校友會多數是這些形式的形式 我理解中大校友會其實類似 至少一直都是有甚麼認識的 類似說有空搞一些活動 來吸引一下校友參加 但都是校友會和我參加 而其實我有一件事是一般的分得清楚的 其實中大有幾件事 就是中大校友平議會 書院也有自己的校友會 有的 校友會 然後這些校友會加起來 我最近看這些東西才知道 那麼多的校友會 加起來最後會有一個校友聯會 會有一個校友聯會 那全部其實有很多校友會 在中大聯會 即是遍佈 海外聯合書院校友會 也有美國、加拿大、澳洲很多的 你說起這個海外校友會 我又真是受益不少 為甚麼受益不少 話說小弟兩年前 有去過日本交流一年 那時候在日本也有日本的中大校友會 然後他們一年其實有兩個活動 第一就是聘請一些交流生食 所以我就受益了 第二就是去一個香港 其實在那裏切了萬事處的某八角 又是去那裏跟學弟學妹 即是去交流同學 以及那些校友本身 自己來和大家 講一下日本是怎樣 大家聯誼一下 在海外還要得多 因為在陌生的環境當中 在海外的校友會價值是相當高的 不如說回我們中大廈說了那麼多 但如果是不斷喝喝吃吃 甚麼事說都沒有 誰做主席都沒有所謂 收多貴都沒有所謂 大家付出得氣 如果只是燒野食踢長球 挺開心 踢10分鐘好20分鐘好 誰贏輸都沒有所謂 但為何最近聽說越來越瘋瘋瘋瘋瘋瘋 最近一次評議會選舉 聽說有500人參與 300多人參與 黃德傳請我來 其實就是跟大家講講 校友平議會的一個 最近有個週年大會 就跟各位來看看 我今次又特意帶了兩份 兩方面其實就是兩份 這份政綱來給大家看看 今次校友平議會的週年大會 就是要改選三個職位 兩個就是校友平議會的常任委員 而還有一個其實就是要改選主席 今次其實這兩份 就是兩個團隊的參選人的政綱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分別就是由陳志新博士 她的團隊加上她是負責選主席 然後後面也有歐月貞女士 校友 梁育龍醫生 那三位其實就是一個團隊 大約其實你看到她們的畢業年份 都是七十年代左右的畢業 也叫做剛剛我們所說的社會聯辦 醫生很少是七十年代的 我年代都沒有醫學院的 二十年代沒有醫學院的 八十年代有都沒有畢業 但不要緊 其實你可以看到她們是一個年代 她們都是一些社會上頗有知名的人 這裏其實是一對人 另外一對人 白色紙的就是架勢了 就是兩位 一位就是負責選主席 我想大家都很多都認識 就是周晴校友 其實周晴說起就是 話說也是和我和她介紹學生會 嗯 想起做學生會 大家都可能想起 一定是否很激呢 一天都晚都是 走去示威抗議 衝擊一下畢業禮 不要搶咪 搶咪會告 搶咪會告 周晴大家認識 另外這位是李達寧 就是Daniel 我們叫他 他就是做這個聚研書室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在旺角的樓上書店 很多人都認識他 兩位呢 看看他們的畢業年份 周晴就是2010新亞書院的文化研究 李達寧就是03年的新亞哲學系 全部都千禧後 還有第三位 就是未來就是 Raymond就是陸耀文 陸耀文校友 其實他也是 他雖然不是千禧後的畢業生 但其實他也90年代畢業 他一直都是做很多校正關注的事 其實你看到兩班 他也是校友平議會上一屆的委員 沒錯 這個講後了 還有一位就是陸耀文 其實一直都是參與校友平議會 就是上一屆當選了做委員 兼且被校友平議會委任進去做校董 兩班人其實都好像那個角色有些不同 年齡起碼不同 作風也很不同 作風一會要詳細拆一拆他 靜光才知道 不過你作為上一年畢業的 你當然支持後生那一批 我們也有份來幫忙拿下授權 結果是怎樣呢 先講的結果 就是選對的結果 其實兩隊人其實都很分明 就是投票一定投了這麼多個名單 陳志新博士那邊的得票 大約是1100左右 上下下下 然後在周晴那邊 就只有400多票 456 都是這個數字上下 大比數取勝 完全是沒得玩 但你去到當時開會的時候 知不知認識結果呢 我想了解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會不會宣布那些授權票 哪些人會知道 他不會說授權給哪一個 但他就會說這一堆名的人 就是授權了人 進入校友平議會 入面開會的事情 即是開會那一刻 未知六死誰手 其實開會之前 是未知六死誰手 一進到去 真的知道出事了 為甚麼 你有300人而已 300人在這裏 300人在這裏 你看到一堆生面口 我們來說生面口的校友 當然未見過 我都未見過 84年都未見過 84年都未見過 很多校友 其實都應該是 之前參與開校友平議會的事務 另一班 反而是一班很老的校友 為甚麼會有些很老的校友 你都不算最老 你說你84年 我們聽到有些是六幾年 我不清楚六幾年 但你見到他都拿著拐杖進來聽 這一個年紀的校友 都是進來聽 我們多虧你們不少 對 其實為甚麼會有這麼多 大家幾百人聚在一起 可能有200人是別人那邊 其實為甚麼有這麼多人進來 其實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們多數 這麼久以來 和之前的競選工作 都有些關係 因為之前其實 校方那邊都沒有想過 周晴會出來選主席 最初其實大家都會在想 周晴是新一代新民主女神 應該很多年輕的校友都會支持他 然後其實 校友平議會是覺得是威脅 為甚麼會覺得威脅呢 因為一直以來做開校友平議會 那些工作 其實都是好像剛剛講的 校友會 類類意義 最多有時候 例如在某些校證上 是講一些很籠統的意見 但更加主要 其實他還有一個角色 就是說 通常在中大的地方 其實是很依賴社會不同的各界 特別是校友會 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很多時候 其實裏面做校友會的代表 很多人 其實某程度上都有一個角色 就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校友的捐本 如果你是在校友平議會裏面做 你又拿到捐本的話 你是一個成功的校友平議會的委員 甚至你可以看看他們的政綱 都是說 他可以連結到校友 來幫中大 其實所謂幫中大 就是捐錢給中大 中大有甚麼要你幫 所以你看到 兩班人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 而他們感到有威脅 為甚麼 就是因為我們這麼多人去參選平議會 其實我們第一句就說 夾身小眾作業 關注校政發展 落實校園民主 捍衛大學價值 其實人們都以為你選學生會 他很怕校友會變成另一個學生會 又拿著名字 又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你讓我習不斷你過病 這批粉紅色那些 多數說自己很愛武校 武校栽培了我 我一定回來要回歸武校 我又歷任很多的校董 工營機構的主席 亦都得到特別行政區的服務社會獎狀 亦都很多謝武校 總之莫大的榮譽 有人找我一起參加榮譽 亦都堅守公平公正公義 三公公平公正公義 因為我相信沒有得輸 誰敢這樣說 這三公一定贏 然後這個 lain講中大怎樣影響我們 希望做增足何況給中大 其實想說做些甚麼跟你們青年少廠畢業的不同 學生會說很具體 你們沒有社會服務掌狀 我們沒有社會服務掌狀 又不是校總 反而你們會提出推動校政革新 關不關校友平議會時間 參錯選 我們理解校友平議會和他們的校友平議會 我相信有些分別 很簡單 甚麼是平議會 就是去評價一些問題 或者去評價一些正在發生的事情 以一班人來議論一個事情 究竟是對還是不對 中大校友的評議會 當然是一班校友來評論中大 究竟有些事情做得對還是不對 對的其實沒有問題 例如說最近我們看到沈祖堯出的家書 其實你收不收到嗎 我收不到 收不到 你可以看看最近一兩年 有一本叫中大校友 對的 那裏有寫的 他除了之外 亦有些電郵會發給你 你看到中大校友 沈祖堯校長最近出過幾篇文章 每個人都會覺得他寫得不錯 他都在說大學排名是否這麼重要 那是否應該要做一個教育的責任呢 大學 這些事情其實 那些校友是很合聽的 而真的在講理想 理一間大學也是對的 而周晴或者Daniel 或者一大班年輕的校友是這樣想的 但是對比起我們剛剛說的 一向以來那個校友評議會的角色 就有很大分別了 以前的校友評議會就是跟你說 一齊去社交 一齊去握手 搞活動 也是很好 那天進來 你知道那天進來 一班阿太進來 每個人都穿網球衣服 擺明就是 剛剛打完網球 打完網球進來跟你玩 我看這些報道 有個車 有個特典車 要在哪裏 繞他們去那裏 大家開完車 你們坐火車 我們坐火車 慢慢走上去 究竟他們的校友評議會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你覺得有 但是否他副權 即中大是副權的校友評議會 會有這樣的權責 中大評議會主席已經是校友 有沒有老師代表 沒有老師代表 但為何會設立這樣的機構 某程度上他某些職能 其實是可以做到 我們剛剛說的 所謂評議的角色 例如我們那次的校友評議會 周年大會 亦都通過了一些疑性 就是如何在一些校政事務裏 去表達一個校友的立場 他們有提到 新民主女神像的安置問題 例如我們校友評議會 根據他的章則 來通過了一個議案 就是我們認為新民主女神像 應該如何擺放 或者學校的取態應該如何 其實這件事是有效的 雖然中大不會因為你這件事而改變 但你作為一個法定的架構 來進行一些適度的表態 其實對於中大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一個民意表達機關 好 這些我們暫時不表示 我們給你五分鐘 你講一講當日的會議 有什麼不滿的地方 真的 我和你 五分鐘就好了 做一些社區的事情 都知道一般的業主立案法 會議已經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授權票當道 有規矩的 起碼有規矩的 第一 起碼有動議人和和議人 這些都要 第二 有可以讓你贊成和反對票 都應該要的 棄權都應該數一下 告訴大家 對 你要講 結果有會議紀錄 但我要怎樣批評 大家接受過高等教育 全部委員 全部所有高等教育 法團有些未接受過高等教育 有些都是村老 那你在中大校有評議會 完全全全看到 完全是兩回事 所謂我們說 個個受了高等教育 連動議和議人通過一個議程都沒有 然後 那你會立即抖勝他 我們一刻不斷叫 那他們有沒有理會 有 他們說 搞什麼民主 搞什麼民主 投完票快點離開 高等教育的同學 就是這樣跟你說 前輩師兄 師兄師姐 是啊 但他們說主持會議的主席是誰 劉細蓉主席 劉細蓉主席 他這個真是出名 我不是很認識這些 他投完贊成票之後 然後很多校有舉手 例如有些議程 投完票之後 然後大比數通過 投完票數數舉手 這個也是很兒戲的 那他就是 官了嗎 不是官了 你一般法團都有票商 他就不是要你點票 他就是每人進去 會拿一張黃卡 拿一張黃卡來舉手 去表決一件事是否對 他找每個同學看著一區 那一區就去點黃卡 究竟每個地方投多少票 他投完贊成票 你舉兩次都可以 玩你的時候 玩你的時候 你舉兩次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很兒戲 這個就是兒戲的地方 第二就是說 他投完贊成票之後 例如說 他最初點了在場 有多少張黃卡 就過了半數 然後他就說 好了 因為贊成的人過半數 所以反對棄權 我們是不需要投的 珍惜時間 那就馬上過了 可以 那你起碼有些事情 你要說 投反對是一個民意的表達 投棄權又是一個民意 究竟那些人是中立的人多些 還是反對的人多些 都應該是要顯示出來的 每屆都要記錄作案 這些事情 他是不需要來處理這些 OK 那你們有沒有吵他 當然吵 最初我們很有文有露 每個人都會舉手 莊耀光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們也是一位投友 他做律師 有文有露舉手 站起來 根據會議章則的第25條B 第六項 應該是有這樣的權利 中大平議會也應該有會章 還有規章 當然有 怎麼會拿這些規章來講呢 但是他們那邊說完之後 最初都是回應一下 我們覺得這樣沒有必要嗎 也算是有回應 到後來是不理他 其實是不理他 還有什麼罪狀呢 我們當然進行激烈的行動 開始在一個位置喊 在一個位置喊 就說你這樣不對 什麼東西等等 然後前面的校友 有些在罵我們 就說你們這些 不要在這裡浪費時間 你們一群都是粉青 有些這樣說 那他報警其實是不理你的 有 有黃世宅校友 因為覺得感到 他感到一些老校友的威脅 因為他跟上面那些 有些校友在那裡口角 然後就說要報警 立刻就出去報警 結果有沒有警察來了 有警察 好像看報道 但是警察來了之後 那個校友都不見了 還要做到尾 世宅 剛剛有樂軒的校友 學弟說了有關 校友評議會 還有7月9日選舉的風波 下一集回來 陸耀文一起聊 究竟是校友評議會 他做過了 究竟是否這麼惡劣 身處當中 會不會又被人說他是粉青 他要改革 究竟改革行不行 有沒有做到一些成就 這次被人叫做烹飽了 通常沒有過山 沒有貢獻 大家 校友會 唯威唯 你肯做 放進來 沒有所謂 最希望校友會 最希望的角色 會更闊 一定有代表性 六十年代有一個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千禧有一個 哇 我們的校友會 力量 人才在這裡 歡迎大家繼續參與 所以無端端沒有這樣說 究竟會有什麼事情 下一集回來 讓他和大家分享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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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